大家好,我是Mr.Emanso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S1的Flip Classroom Exercise 10A直角坐標系統的Part 2 我們審一審題 例二,圖中的直角坐標平面上 表示了P至S角點的位置 1,2,3,4又4點 P和Q皆位於X軸上 P和Q就是X軸上 寫出P和Q的座標 我現在會寫一寫P和Q的座標 P座標,Q座標,先放大幅圖 一樣,我們要先決定P在幾樓 現在是X軸上高,當然是0 上高這條線,畫面是1,2,3 寫定在0樓才穩妥 因為寫完0樓,我們會再決定X X軸上高,就是X軸上高 X軸上高,就是-3,沒有什麼特別的 Q也是一樣,Q在0樓 不過Q的X座標是5 OK 我給你的例題的答案當然一樣 都是-3,0和-5,0 我希望你寫到你的標 寫到直角座標平面上高 OK P和Q的Y座標是什麼 Y座標就是幾樓 OK 大家都在0樓,我就說了很簡單 就告訴大家 P的Y座標 PY座標等於Q的Y座標等於0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再看看B Part R和X軸上高 R和X軸上高 試寫出R和X的座標 嘩,這次真是簡單過簡單 為什麼呢? R在多少樓? R當然在2樓 你這樣也看不到,還不是2樓 X是多少?X座標 X座標就是0 OK 看看X的黑度 到S,S在-4樓 好 X的X座標是多少呢?X座標 看看原則還不是0 OK 好 先看看對方答案 對 R是02 而X是0-4 看看R和X的X座標是什麼 大家都是0 好 好 你問,為什麼這個練習這麼古怪? 好像沒什麼學 這個練習 其實就是想你感受一下 所有的點 位於Y軸上高 它的X座標都是0 OK 同樣地 所有的點位於X軸上高 其實X軸就是0 來的 Y座標也是好 就是這麼多 好 請你Postura 然後做即時練習2 回來找我再對答案 多謝大家參與 我們審一審題 即時練習2 圖中的直角 平面上標示了 PQR和X角點的位置 P和Q皆為於X軸上高 X軸上高 就是0 寫出P和Q的座標 好 好 都知道是0 先寫出0 然後 看回X座標 X座標 看回X座標 數字 負4 因為這些數字是X座標 數字 來的 好 同樣地 Q也是0 0 X座標是5 沒有什麼特別 當然我們要回答題目 答題目就簡單一點 就這樣寫回 座標 你就寫回P40 OK 接著就寫回Q Q是多少 Q是50 寫回就可以了 至於Part2 他就問 P和Q的Y座標 你就寫回文字 P就是P的 P的Y座標 等於Q的Y座標 大家都在0 寫回等於0 OK 順手看完 我們要找到 在PartB 就是 R和S 皆為於Y 軸上 寫出R和S座標 OK R在3樓 就寫回3樓 而S在-2樓 寫回-2樓 好 好 接著就要檢查 R的X座標 X座標 就是看X數字 X數字是0 寫回0 而S 也是同樣 它的X數字也是0 OK 所以呢 B2就很簡單 他問一下 R和S的X座標是什麼 寫回R的X座標 R的X座標 等於Astic X座標 等於LINK 完成了 OK 多謝大家收聽這個影片 我總結一下 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想讓你感受一下 如果當些點 就處於Y軸或X軸上高 它們一邊一定會是0 如果處於X軸上高 因為我們說是0樓 所以它的Y軸是0 OK 而X軸是看送食飯 看X數字 如果處於Y軸上高 當然有多少樓 例如2樓 2樓 4樓 至於X軸 看X軸是0 就是這麼簡單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